有一天这个老禅师就考试了 把所有的禅师集合在大殿 大家入座的时候 大殿的正中央 放一个脸盆在中间 禅师考一个题目 这个东西 不能叫做脸盆 大家道一句 这个叫什么 有人说这个不能叫脸盆 这个叫做大的碗 有人说这个叫大的盆子 大家都开始讲讲话了 后来有一个禅师 大家都讲了差不多他站起来 像老禅师 提礼以后 面对这个脸盆 一脚一踢就把脸盆踢走了 踢走了以后 再跟禅师提礼在入座 禅师说这个人是 答对了 为什么答对呢 因为我们 习惯性被自己的迷言思想的带动 而看到了脸盆的相状 没有看到他的体性是遍满 那么这个禅师他一来 把这个相状怎么样 踢走以后 大家回光环照 原来这个脸盆 是一个当初出生 随处灭的一种 极空极甲极中的影像而已 你有一眼他就显现 没有一眼就消失 但是我们被那个脸盆这两个字 产生很多的想象 这个可以干什么 干什么 而忽略的脸盆的本质是从哪里而来 所以这个脸盆一脚一踢的时候 打破西空 笑满塞 玲珑宝物 那么当下就显现出来 玲珑宝物豁然开 不过我看这个公案 我个人觉得 有一种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脸盆 它从大政角度要严满一点 它把它踢走以后 最好把它拿回来再放着 为什么我讲个道理 诸位听听看 佛法不是破相 是破执着 你把那个相破了以后 你还是要夹在这个相 借甲修真 你说六根是 本非 六根是密之了不可得 但是你练佛难道不需要六根吗 你拜佛不需要六根吗 你要创造来生更大的功德 你还得靠你现前的六根 所以诸位要认清楚 我们是破除心中的执着 不是破除相 但除其直 不除其相 你说六根你看 他也不是自身 也不是他身 也不是共生 那我从现在开始 我也不吃饭了 也不照顾他了 让他自己败坏 那你也完了 你也没办法休息 所以诸位要知道 向望 希望的意思不表示它不存在 希望的意思就是它是暂时存在的 你只能够把它 借用 你可以借用它 但是你不能认为它是经常存在的 希望就是说 你可以借用你这个圣心世界 来激功雷德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他因缘到的时候 他消失的时候 他不告诉你 他不管你的 他要走就走的 你没办法控制他的 密是条不可得的 因为他来无所从 你现在的身心世界是有一个地方来的 那就不会改变 这永远就是你的 你今生是这样 你来生也是这样 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 你今生所有的阴言都是暂时借你用的 所以你现在就是跟生命在 看谁比较快 我要赶快利用这个阴言 既然是假 但是你要怎么样 借假修真 你用这个阴言来激功雷德 拜佛 念佛 畅悔 业障积极治疗 然后你这个阴言结束了 你一个新的心态 新的业力 又创造一个好的六根出来 然后这好的六根从哪里来呢 它本来就存在 那本来就存在 为什么你之前不会显现呢 因为你过去没有这个业力 所以就要你体会 体性是片满 相状是阴言显现 感谢攻准备